你以为你的外卖干净健康 实际都是几块钱的料理包做的 真的一模一样 要不是我00后的弟弟暑假兼职送了两个月的外卖 我真的没有想到外卖的水竟然这么省 所以它结合我弟的所见所闻 还有我们全公司的点外卖经验 怎么点更省钱更干净 今天都总结给你们 首先选到想吃的外卖后 不要急着马上下单 点开商家看信息 上传的这种门店照片是可以造假的 所以除了看实拍照片以外 你们去美团看有没有这个倒电池 有的话才是真的能螳食的实体店 像饿了们就看能不能倒电自取 能自取的一般制作环境不会太惨 另外这两个平台都要再看看 有没有后厨直播 敢把镜头对着厨房的 至少说明卫生条件和食材用料还行 如果是这种什么都没有的 平均我们换一下 接着再来跟你们说 怎么选到相对健康干净的外卖 现在有很多外卖甚至是连锁餐厅 用的都是预制裁 就是这种成本只要几块钱的料包 装盘加热5分钟出餐 这种重油重盐越吃越胖不舒服 主要是食材没那么新鲜 就很容易吃着肚子不舒服 像网上那些判断料理包的方法 比如看销量的 出菜量高的有毛你 看营业执照的 一包装销售可不行 贵注不加葱姜蒜的 我都试过了 但还是很容易猜的 所以我自己总结出的点餐经验是 选菜不选肉选轻不选重 咋开说说 像绿叶子菜白菜豆芽这些 是很容易变色变味的嘛 它得现炒 所以这些青菜多的炒菜店 它是必然得开火的 里面其他的菜大概率也是现炒的 虽然可能卖相没有那么好看 但是甚在热气腾腾有锅气 还有像肠粉炒饭拉面这种 做法简单又放不久的 一般也都是现做的 而像鱼香肉丝 光宝鸡丁 香菇滑鸡 梅菜扣肉这种 在家都不容易做出来的菜 大概率都是这种的 比较有 大家谨慎选择 最后再来说 我最擅长的外卖省钱 领券外卖红包 这些就不多说了 我相信你们都知道 但最省钱的后 其实是利用好 各种吃霸王餐的APP 不仅能领到 不太好找的隐藏优惠券 还可以点餐拿反线 你就去大王餐里 选自己想吃的 有需要评价的 也有不需要评价的 领任务 按照步骤操作就可以了 你看我也没有用它点几钱 已经占了150多块钱了 算下来一顿才几块钱 不过哈 我们能不吃外卖的情况下 就尽量不要吃外卖 照顾好自己的身体 还有更多同系列视频 记得关注我呀